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海语讲坛 今天我们是开播海语讲坛 太平洋岛国系列的第一讲 这个第一讲由我来抛砖引玉 然后讲一讲太平洋岛国的概述 那么这个海语讲坛 我们今年除了RCEP系列 这是我们第二个系列 叫太平洋岛国系列 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太平洋岛国 这个更多的在中国宣传太平洋岛国 那这个海语讲坛太平洋岛国系列 是由海语智库主办 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太平洋岛国战略研究中心 和北京外国语大学 太平洋研究中心 和辽城大学 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 我们三家联合举办 这个每一期是每月的12号晚上8点到9点 届时请大家观看 那么今天我主要是 我的讲座大概分三个部分 一部分就是太平洋岛国概述了 这个概述我也不想照本宣科的 因为大家从百度上 从网上的文章很多 如果你想了解太平洋岛国的情况 你这个一搜就都出来 我还是想呢 就是在这个 以这个讲太平洋岛国概述作为一个线索 然后把这个我们跟太平洋岛国之间的关系啦 这个它经济啦 它的民族民俗啦 各种文化教育 重点还是在中泰合作的这个 这个落点上 这个 然后呢 我会给大家增加一点小轻松 给大家讲一个 我的汤家故事里面的 其中的一个小故事 叫就是我到达汤家 那个第一天的那个当时的小故事 也是给大家增加一点趣味 然后呢 我们想更留更多的时间呢 大家互动一下 就是对太平洋岛国 因为现在呢 我们去太平洋岛国的时候呢 大家国内对太平洋岛国还是不太了解 但是现在呢 提起太平洋岛国 大家基本上都很知道啊 就是他说 斐济呀 巴西纳 汤家呀 这个桑莫亚 湾罗图 基本都能说出来 太平洋岛国的几个主要的国家 或者是领地 所以呢 我们就跟大家 最后多留一点时间互动 那我呢 首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2001年5月到2008年3月 是被派 派往太平洋岛国的一个小岛国 太平洋岛国的一个岛国叫汤家王国 在那执行 叫汤家国际日记变工县酒店的升级改革建项目 这个项目呢是就是为了1998年巩固中汤建交成果 这个由汤家国王四世当时提出来的一个项目 我在这个项目上面呢做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在汤家七年 那在这个七年当中呢 也同时监管 这个 咱们 就是我们在太平洋岛国的其他的项目 比如像 这个叫 中国商品分拨中心的 在斐济 汤家和萨默亚的项目 然后也有 这个我们在斐济的 另外一个酒店项目的 这个前期的 这些投标啊这些事情 回来回国以后呢 这个2009年6月到2017年的10月呢 我是担任中国太平洋岛国 这个是外交部所属的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的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的秘书长 然后也是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然后2017年的3月到现在 我有两个职位 一个是呢 中国这个北京外卫大学 太平洋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 兼秘书长 也是这个18年到现在 我们新成立的 海一支库的执行 理事 这个 兼这个秘书长 所以 基本上就是这点小经历 然后我现在开始 给大家分享太平洋岛国的基本情况 这个概述 今天这个目录呢 我顺着几个方面讲 太平洋岛国的这个概述呢 从这个 今天这个目录呢 我顺着几个方面讲 右边 右边的这个 这个脑图右边的是 太平洋岛国自身的基本情况 比如说太平洋岛国的基本情况 太平洋岛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情况 太平洋岛国的历史 太平洋岛国的民族民俗 然后在这个 这个中心部位的左边 是这个关系问题 太平洋岛国的对外关系 比如和中国的关系 和其他国家关系 以及和国际组织的关系 那大家看一下 这个这张图 这个地图就是 太平洋岛国的 大概覆盖的一个区域 这个是我们国家 这是我们国家 然后这个这一片的区域 就是太平洋岛国 太平洋岛国 然后 大家其他的先不管 先看一下 然后这个风景 就是大体太平洋岛国的风景 太平洋岛国的风景非常优美 从这个旅游啊 养老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方面呢 这个也希望 就是大家可以到南太岛国一看 这个是他 都是自然风光 很少有人工的 这个符痕 然后我们就来讲 这个基本情况 他的地理位置 大概刚刚说了 就是大概是这个位置 然后呢 他在这个太平洋岛国上 一共有27个国家和领地 国家和领地 因为呢 他这里面 其实呢 是只有14个独立的国家 有13个领地 这些领地呢 就是分属 美国美属领地 法属领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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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国家呢 就是独立的国家 独立的国家呢 有这个帕劳 咱们比较熟悉的 我给大家捋一捋 所以他14个国家 然后帕劳 巴布亚新几内亚 呃 斐济 看这个 基里巴斯 库克 马绍尔 呃 密克罗尼西亚 脑鲁 紐埃 索罗门 群岛 汤家 土瓦鲁 瓦鲁 瓦鲁瓦土 这是14个国家 13个领地 就是刚刚说的 这个 这个 呃 有梅鼠领地 阀鼠领地啊 这个七七八八就不说了 然后它的面积呢 是 呃 呃 一共它的陆地总面积是 55万平方公里 然后它其实它的海洋面积是 基本上是它的陆地面积的三倍 呃 然后这里面呢 我想说一下 就是大家 大家经常会说 这个 这个南太岛国 小岛国 小岛国 呃 呃 国际论坛 联合国的国际论坛 它也叫 small island 呃 什么什么forum 这个小岛国 但是其实呢 太平洋岛国呢 它呃 他们自己不愿意听别人管他们叫小岛国 他们说呢 我们是叫大海洋国 因为它的海洋面积是它陆地面积的三倍 所以我们呢 今后再叫的时候 就是我们就叫太平洋岛国 或者叫南太岛国 就尽量不要叫人家小岛国 啊 怎么怎么样啊 其实人家是叫大海洋国 我们自己大海洋国 我们不是小岛国 啊 然后人口呢 是750万 呃 其中呢 巴贝亚新几内亚 它的面积最大 然后这个 最小的是脑路 啊 大家听说那个脑路 卖鸟分那个脑路 它的人口才一万人左右 然后呢 它这个是分这个三大岛群 啊 我把这个图 为什么一直放在这儿 一直放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对着这个图看 就是 因为它的这个原住民的来源和它人种的不同 所以呢 在这个 在这个南太区域呢 它是有三个岛群的 因为这个三个岛群 它不同的人 人种 不同的文化 也是它原住民不同的来源 然后大家看一下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儿是叫美拉尼西亚 顺着我这个鼠标这个看啊 这个是美拉尼西亚 然后呢 它叫美拉尼西亚岛群 然后呢 中间这个部分 就是我鼠标画的这个部分叫密克罗尼西亚岛群 再往右边这个一个大三角 这一大片地方是波利尼西亚岛群 这个三大岛群 大家记住南太的这个南太岛国分三大岛群 这三大岛群主要是因为它原住民的这个来源的不同 它的人种的不同 然后这个 这个 你看它的人种啊 我们应该对比一下看 它的这个 这个密克罗尼西亚的 它的人种呢 应该是叫 就是 非洲人种 因为我 我不是做这个人类学的这个研究的啊 就是它的最原始的来源呢 你看它的头发啊 它的皮肤 它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特征都是 就是跟非洲人是一样的 它的这个 这个密克罗尼西亚 这个美拉尼西亚的这个 域内国家呢 像巴比亚新几内亚 斐济 索罗门群岛 东提问 瓦瓦图 然后 如果你知道这个 你看到 哦 你说哪个国家 这个 这个 那个 那个国家 它的人种是长什么样的 或者说 呃 如果大家 我们是做 从事有关南太岛国的 无论是这个关系啊 呃 经贸合作 那么知道 OK 这个人是巴新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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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新来的 巴比亚新几亚来的 那你就知道 这个人 他一定是一个 就是 这个样子的 啊 黑黑的 然后 头发是特别卷特别卷的 这种的人种 然后包括斐济 索罗门 我们看到 斐济人啊 我们到斐济旅游比较多 看到这个斐济人 他的特别是女士 他那个头发都是 很蓬松的 很那个 就是像这个 就是这个 非洲人一样的那个 然后 呃 这个 索罗门的人 就知道他这个 这几个国家的人 他的 他的长相 然后这个是 密克罗尼西亚的 这个 密克罗尼西亚岛群在这一部分 密克罗尼西亚呢 大家知道 就是更 他们的长相 你看一下 这个特征 就更像 马来人种 因为在这个漫长的历史 形成过程中呢 尤其是南泰 这个大海洋这边 他的各种迁徙 各种混血 所以呢 他肯定是离着 这个哪近的 这个 他是在混血 密克罗尼西亚呢 你看这个岛群 他主要是 马来人种 皮肤没有那么黑 然后他的这个 这个 这个面部特征啊 这个包括个子啊 个子也没有太高 面部特征这些 都是马来人种 然后他的 域内国家 主要是 瑙鲁 马绍尔 密克罗尼西亚 帕劳和吉里巴斯 当然主要还是 以这个密克罗尼西亚的 这个人为主 在密克罗尼西亚岛群里面 再下一个呢 就是 波利尼西亚的人种 波利尼西亚呢 你看看大家 你看看他们的人种 一个是 这个 其实波利尼西亚跟我们 就很像了 因为这个 有一个目前还没有被 就是专家 就是大家都 包括这个西方国家都在研究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事件比较谨慎 就是说 这个汤家国王四世呢 他是认为 这个汤家人种 因为汤家本身 他是属于波利尼西亚人种 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接触这个 比如说汤家来的人 或者我们看汤家人 汤家人 纽埃的人 库克 库克群岛的人 桑莫亚人 土挖路的人 他们都是这样 就是 一点都不黑 很白 其实他们 就是生下来的时候 特别的白 然后慢慢的 因为他那边日照比较多嘛 所以他慢慢的 有一点黑了 然后呢 他的这个个子也是高高的啊 然后这个他们是直黑的头发 直头发 这个其实是跟我们这个是很相像的 他人种 然后呢 这个汤家国王四世呢 他认为他的汤家人是蒙古人的后裔 所以在98年建交以后 2000年 当时是这个胡敬涛主席邀请汤家国王四世来访华 访华以后呢 当时我们就是安排 因为他提出一个愿望 他想去这个内蒙去拜这个成吉思汗林 然后那个 就是他这个就是胡敬涛主席 接待完他以后 我们就就是根据他这个愿望 我们就安排他去那个内蒙去拜成吉思汗林 当时他也是带着这个 当时的他的唯一的女儿 那个汤家大公主 就是咱们这个 叫南太帮里面 咱们这个南太粉丝大家都知道 大公主 汤家大公主 她是对在这个中汤关系里面是非常活跃的一个 然后呢 就是她的这个 现在的叫汤家国王六世 就是现任的汤家国王 那个这个这个当时是汤家国王的这个三王子 然后是现任的汤家国王六世 那个当时是带着他去的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目前 再往下看这个两代 恨不得 就是目前我们就是中汤关系非常稳定 因为他在最早的时候 就是现任国王 他在最早的时候 他都是跟着他的父亲 一直在做这个中汤关系 而且他也是在中国走了很多地 他也是去跟着他父亲 去拜成吉思汗林 所以他们这个 这种归属感 就是他这种 对他的这个基因的认同感 然后这个 这个 传说里面也是 这个有待于做南大岛国研究的人 进一步的这个研究 传说呢 布林夏人 就是我们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 传说呢 就是布林夏人呢 是怎么样到的这个 就是这片的海域呢 是说 这个当时的这个蒙古地方 因为这个内蒙外蒙了 当时蒙古这一片的 这一片的人 他们是往北迁徙 往北去这个征战 然后呢 通过这边的这个白令海峡 当时那个多少年前 这个这个白令海峡 它这边是 就是大陆陆地是连着的 或者是说 就是海域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近 它是从这边 到了这个北美 然后从北美呢 又通过这边 又到了南美 所以呢 所以呢 那个现在的这个说法 就是美国的原住民 印第安人 他是这个叫亚洲 这都是咱们就聊闲片了 不要较真啊 因为这个 这个是另外的话题了 就是为什么 他跟我们的这个长相这么像 就是他从这边下来 北美他留了一部分 就是印第安人的原住民 在这边 所以印第安人的很多特征 也是和这个蒙古的特征 是很像 蒙古人的特征很像 然后再一路往南 这个他们都是征战嘛 一路往南一路迁徙 然后到这个 就是南美洲的西海岸 所以呢 这个秘鲁智利这边的 这个包括这个智利这边的 很多的这个西部的这些 这个岛都是 都属于布里尼西亚岛群 它虽然比如说 这个小岛 它是属于秘鲁所有 这个小岛属于智利所有 但是它在 它在这一片的 它叫岛群的时候 它是都属于布里尼西亚岛群 而且呢 它们的人种 都是布里尼西亚人种 然后它的文化语言 基本都是布里尼西亚的文化和语言 所以我们呢 在这里面呢 就提醒我们呢 就是其实我们是在做 特别是在做经贸合作的时候 在做项目的时候 我们那个南泰的项目 可以和南美的项目 是结合起来一起做的 你看它们之间的航班 然后它们之间的运输 它们之间的文化 特别是布里尼西亚文化 和南美洲西海岸的文化 是相通的 都是布里尼西亚文化 所以这一点呢 是就是大家在考虑 就不要认为说 这个南泰在这个地方 南美洲在西边 那么远那么远的地方呢 不是的 因为地球是圆的 对吧 所以呢 它这边是和南美洲的西海岸 是接上的 而且它的文化也是布里尼西亚文化 对 所以我们跟这个 这个布里尼西亚岛群的 这个国家在接触时 汤家 纽埃库格 萨摩亚 这个土巴鲁人 接触时 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就是基本上 他们就是很相像 而且我自己呢 在几年前有一篇文章 就是探讨这个 汤家和蒙古的这个关系 比如它的建筑啊 它的音乐啊 它的那个语言 都是和咱们蒙古的这个建筑 语言 这个音乐都是 就是有些语言基本就相同 就是这个有些语言 就基本就是相同的 包括跳舞的动作 这些 然后包括蒙古包 现在汤家有这个 一个遗址 就是蒙古包遗址 然后咱们看到了萨摩亚的发雷 发雷的屋顶 也是蒙古包的屋顶 这个呢 就是有待日后讨论 然后呢 就是我们讲这个 太平洋岛国的政治和社会 那我这个政治和社会呢 我来分两部分 一方面政治 一方面社会 这个政治呢 主要就是分国家体制 就是讲它的国家体制 它的在南太岛国 这个14个独立的国家呢 它有几种体制 有联邦制 君主立宪制 比如汤家 汤家现在就属于君主立宪制 然后联邦制 就是像密克罗尼西亚 它是联邦制 有共和国制 像湾罗巴图斐济 是共和国制 还有独立国制 就是萨摩亚 巴西亚这样的国家 它属于独立国制 然后呢 这个 我这边呢 好像是 有一点小错误啊 就是说 除了体制以外呢 它因为在 17世纪初 这个被西方殖民 所以它在政治方面呢 它还有一个被 宗祖国的这个 归属和管理的问题 比如说它大多数的 这个太平洋岛国 它属于英联邦国家 就现在属于英联邦国家 然后呢 它这个 以这个 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来分管 他们是有分工的 就是分管这个太平洋岛国的 这些国家 当然了 这个新西兰呢 它主要是负责南边的 就是离新西兰比较近的 这个太平洋岛国 南边的这些国家 这个澳大利亚的 基本分管 这个 就是靠赤道 这个 就是这个 太平洋岛国 北边的一些国家 就是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所以我们在学术研究 经常说 他们是 这个片组长 片组长 就是 它是真的是片组长 因为它是 应面帮国家的 这个地方是我 我漏了 日后如果大家 要我这个PVP的 我再修改一下 再给大家 然后它的社会呢 是 主要是分几大 几大 这个 一个是它的宗教 然后它的 这个大酋长制 还有它的 在社会的一个意识形态 这个宗教呢 因为它是 其实呢 原住民 它原来每一个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 就是它自己国家的 原住民的宗教 然后因为我 我是比较注重 这个 就是它的 这个原住民 就是真正的原住民历史 真正的岛国历史的 这一块的信息的搜集 所以呢 我每次去岛国 去开会呀 或者怎么样 我一定是 就是抓住当地的原住民 这个村里的 这个村里的人去聊 就是到底他们这个 这个目前记载的历史 是不是他们的真实历史 其实他们认为呢 很多他们记载的历史 是由西方人 记载的强加于 他们身上的一个历史 真正的历史呢 应该是由 岛国人自己写的历史 然后宗教也是这样 就是它每一个 每一个这个国家 每一个 这个民族 它都有原来自己的宗教 而且有不同的宗教 那个就是比较久远啊 然后但是呢 由于这个十七世纪初被西方殖民以来 基本上就是这个把基督教 天主教 罗门教 基本上就把原来他们的原始的宗教 就都合并了 就都合并了 或者叫吞噬了 就是基本上现在在岛国 没有很少 没有 这个不能说绝对啊 就是可能很少有 就是原住民的宗教 但是呢 普遍都是 就是主要基督教为主 然后这个天主教为父 还有一小部分 罗门教 然后呢 就是它的这个大酋长制 它这个大酋长制呢 挺有意思的 它这个大酋长制 还是从它的原住民的社会 这个体制里面 延续下来的这个大酋长制 它呢 基本上就是 很有这个 就是它 它是负责一个 就社会管理的一个 一个社会体制来的 然后比如说 包括它的村落的管理 就像我们的村长 但是我们的村长呢 跟村民是平等的 然后这个也是由大家选出来的 但是呢 在那个岛国呢 它的大酋长是由 这个 它是世袭的 然后是由 就是由酋长管理 这个村民 管理这个村的社区 什么事情都是由酋长来做决定 然后这个有些国家呢 这个王室 比如只有现在 唐家 王室的这个 就是目前只有 就是唐家一个国家 在实行君主力宪制 就是它的王室流传下来 王室目前还在 就是 作为一个 就是叫 这个 它虽然也是近几年 也是慢慢的 把这个王室的权力 交给政府了 但是它的王室的权力还在 它的这个体制还在 其他国家呢 这个 都 就是基本上没有 没有这个 王室在 在当政这个权力了 但是某些国家 某些领地 还存 还有这个王室 还有王室的后裔 然后呢 就是这个大酋长 然后就是有贵族 然后基本上呢 每一个岛国 它都是由这个 以这个大酋长 为这种管理体制来的 这个呢 也是咱们 咱们有学者 专门有写这方面的 专题文章的 然后呢 就是它的意识形态 咱们呢 这个 它的意识形态 好像大家就说 是不是乌托邦的那种 就是分享制 我们在唐家 就是经常 就看到这个 在街上小伙子 如果他在这个小店里面 要买这个 买一根烟啊 他们买烟呢 是买一根烟 不是买一盒烟 他买一根烟 要两个小伙子去的时候 这个两 这个 一个小伙子买了一根烟以后呢 要撅一半 然后两个人 两个人抽 一个人抽半根烟 就是非常好 然后呢 他们是不用担心 我今天饿了 我这一月没工作 我到哪吃饭去 从来不会担心这些事 就是我 什么时候 就每家的那个门 因为他们没有真正那种大门 就是一个院将 每家的门 他都会这个 敞着啊 大家就 就是 基本都是很习惯的 这种分享制 然后呢 这个太平洋岛国的历史 这个历史呢 这个在这里面 只能简单说 因为它的历史 其实是比较 比较 悲哀的历史啊 然后在这个 17世纪前 基本上有些岛呢 是说 3000年前 就发现 有人类的 这个存在 然后 这个比较 大多数的 就是 普遍的各个岛国 有人类存在 人类活动呢 大约是在 17世纪前 西方殖民 进入前的 1000年左右 就是比较 各个岛国啊 都有正常的一种 就咱们讲的 原住民的存在了 然后呢 17世纪初 到18世纪 60年代 这个时候 就是 这个期间的 这个 百年屈辱历史 就是各个岛国 没有任何一个岛国 是 没有被侵略过 应该是这样说 就是西方殖民的历史了 这个呢 就是另外 后面 就是会有专家 专题 讲 太平洋岛国的历史 然后呢 从这个 就是 1960年开始 就是18世纪 60年代开始 1960年 到 大概是 甚至到了 八几年 以后 就是 1986年吧 大概是这个时间 20年的时间 就是太平洋岛国 纷纷独立 现在就是 纷纷独立的 这个14个国家 就是 就是只是在 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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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五六十年吧 不是五六十年 60年 应该近70年 才纷纷独立 这是他的一个 岛国的一个脉络 然后呢 我们讲 太平洋岛国的文化 因为他这个文化呢 太平洋岛国的文化 是非常丰富 和这个 原始 而且非常有价值 非常有特色 所以我建议呢 就是大家 有机会 疫情开了以后 应该明年 后年 去太平洋岛国的 这个旅游 就不是 为什么说 我们去太平洋岛国旅游 不是这个 去像欧洲旅游一样 买买买 也没有欧洲的那些 建筑和这个 那些教堂 或者一些建筑文化 然后 你到岛国以后 你要陈列下来 自己 就是深度的 体验 太平洋岛国的文化 它的人文 是非常的丰富 非常有特点 然后呢 这个我讲语言 语言呢 它是叫南岛语系 然后南岛语系呢 它也是 就是根据 刚才的那个 就是三大岛群 它就叫 分为南岛语系 美拉尼西亚语系 南岛语系 密克罗尼西亚语系 南岛语系 波罗尼西亚语系 但是实际上呢 在太平洋岛国 就是应该有几百种语言 就是他们之间 甚至都互相 都听不懂的 一个我举个例子 就像密克罗尼西亚 它有四个 这个它整个的 这个它是联邦 联邦共和国嘛 还有四个州 它四个州的人 是四种文化 是四个州的人 互相说的话 都是听不懂的 咱们那个 就是这个 他们这个 密克罗尼西亚 驻华使馆的 比如大使啊 公使啊 参赞啊 这个 他们在北京 然后还有 他们四个人 然后从这个 密克罗尼西亚来 然后包括他 这个驻华的 就是留 到来华的 这个留学生 有时候去 去使馆 然后我们聊天 他们告诉我说 我们几个人 来自不同的 密克罗尼西亚 不同的岛 但是我们几个人呢 没办法用 这个我们的 密克罗尼西亚的 这个 就是官方语言 交流 我们 我们几个人 在中国说话 我们是用 这个 英语交流 甚至呢 他们有时是用 中文交流 因为他们在这 也学中文嘛 他们用中文交流 或者是 他说我们只能 用英语交流 然后我说 那可能就类似 我们那个 有些地方语啊 我们也 比如我们 北京人 我自己 我就听不懂广东话 那我要到了广东 要真的要遇到一个 这个说广东话的 他不会说普通话的人 那我们 但是他会说英语的人 那比如说 我们跟这个香港人 肯定就 就要用英文交流 我说可能是这个 但是我说 你们离这么近 都不能交流 在这个南太岛国 应该是几百种语言 然后这个 他的民族呢 他的民族 主要是分几种吧 因为民族也是很多 细分的话也是很多 这都需要 这个专家学者的 日后的 给大家讲座 或者日后的 进一步的研究 然后这个原住民 当然了 各个岛国 都有各个岛国的原住民 然后呢 就是在 比如说在斐济 他就有 除了斐济原住民以外 他会有 这个斐济印度裔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 这个英国也是 当时把 从印度 把这个劳工 运到了斐济 去种甘蔗 然后他们 运堂出来 做这个贸易 所以呢 在印度呢 基本上 现在的 斐济印度裔 占到了 将近几乎 我不知道 近几年的统计 那个时候也是 大概是43 57的这个比例 近年来 什么样的比方 基本上是一半一半了 大家看到的 斐济印度裔 然后呢 是这个原住民华裔 我在上个月吧 大概我发了一个 我自己写的一个文章 就是叫 萨摩亚华裔 是吧 大家可能 咱们叫南太邦 咱们这个圈里的粉丝 对南太粉丝 可能就都 可能是看到那篇文章 就是因为呢 在这个 大概是这个 17世纪后半夜呢 大概就有 华人的 富裕的华人商人 到这个 比如说到萨摩亚 然后这是第一批的原住民 就是商人 然后还有就是随船 随这个 就是外国的这个船 渔船 到 这个 这个散落到岛国的 然后他们到那以后不走了 这个 驻扎下来以后 然后 这个 娶了当地的妻子 然后这个 娶妻生子吧 就是这个 然后呢 再就是 这个德国入侵 萨摩亚以后 他们从 一个广东 这个运过去的 老公 他叫契约公 然后这个 他们契约公 在 最后 就是到契约 期满了以后 然后有 有的是回国了 有的没有回国 没有回国的就 留在了 萨摩亚 也是在当地 取其生子 那么现在 留存在 萨摩亚的 这个 华裔 就是萨摩亚和 华裔 这个混血 咱们叫 萨摩亚 华裔 在萨摩亚 也是几千人的 那篇文章 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 多看一下 就是 这个原住民 这个华裔的 这个 然后呢 就是欧洲裔 因为呢 西方殖民 这个各个岛国 所以呢 有很多船员 那个当时呢 也是有陆续的 或者是做 这个欧洲商人 然后陆续的 就也是留在了岛国 然后跟岛国的 取其生子 这个原住民的 原住民 不是 这个 这个欧洲裔 就是欧洲人 到了岛国以后 他们是 就是带着 有的是带着妻子去的 或者是怎么样的 就是纯欧洲裔 还有就是 这个欧洲 欧洲人在这个岛国 然后娶了当地的妻子了 就跟原住民 这个结婚以后 生的这个混血 原住民 欧洲裔 然后还有我们 纯的这个华裔 大约是这些 然后他的这个文化方面 我刚才就说呢 他的文化就非常有特点 然后 我们目前认为 因为现在中国 太平洋岛国的文化合作呢 其中有一项 就文化教育合作 其中有一项 叫非裔文化培训 然后他的非裔文化呢 就非常丰富 比如说 他的这个口述历史 就是他的口述历史 是 就是直到就是 目前都是 他们在 太平洋岛国 他们在讲述 就是这个口述 这个 这个口述的这个传统 就是什么东西呢 都是口口相传 然后很少呢 然后很少呢 有记录下来的文字 所以他的口述历史 口述的这个传统 这是非裔文化 然后另外呢 南太岛国的音乐 这个乐器 那个舞蹈服饰 这个也是 也是一个非裔文化 就非常有特点 大家在岛国 现在有工作的人 或者是 这个有做 咱们有很多企业 在那边有项目 然后也有 也有这个孔子学院 也有我们的老师在那边 大家肯定就是 会看到他们 基本上每天晚上 不同的这个度假村 会有那个 就是自主参加舞蹈 然后就是他当地的一些舞蹈 然后你看他的乐器 那个哟哩类类 都是他那个哟哩类 都是南太岛国 他这个 就是跟这个 我们 像欧洲有些哟哩类类 和这个 这不大一样的 他制作工艺啊 什么都不一样 音色都不一样 然后他的音乐 他的舞蹈 他的服饰 头饰 这个都是非常有特点 非常漂亮的 然后呢 这个刚才说的 口出是很种 还有他的原住民的建筑 这些 然后这个民俗 民俗这边呢 也是有很多 其实很多 比较这个 主要的是 就是婚赃嫁取 他的婚赃嫁取的 各种的仪式 各种的 然后包括他的 大家在南台岛国人 都知道他的坟墓 我这个也有一篇文章 就是这个南台岛国的 这个坟墓文化 然后他的坟墓都是 这个普通的 都是在 就是自己家的院里面 就是自己家人 就埋在自己家院里面 然后这个从 各个都排好了 然后这个 有些是在海边的 有些就是非常有特点 然后他的这个头饰 他的纹身 南台岛国的纹身呢 它是有特定含义的 而不是像我们 正常说 谁出去纹个身吧 弄个花吧 弄个图案吧 这个不是的 它是有特定图案的 甚至比如说像 桑梅亚的纹身 他一个男子的 成年的标志 是你一定要纹满 这个三个月之内 要纹满12块纹身 你才能成年 然后才给你做成年礼 那个如果你没有忍受 这个能 没有纹满这12块纹身 你是不可以给你 做成年礼的 就这个纹身文化 是在南台岛国 是特定的文化 然后这个南台岛国 和中国的关系啊 这个我就大概讲一下 那个也是从政治经贸文化教育 政治方面呢 我们现在呢 南台14个岛国 我们已经和10个岛国 建立了外交关系 大家也知道 这个去年前年 19年的时候 这个我们和 又拿过来两个国家 索罗门和吉利巴斯 是吧 大家都很高兴 然后呢 现在只剩四个 这个被建交国家 这个四个被建国家 为什么比较困难 因为它主要是在 这个太平洋岛国 北部地区 它受美国的控制 比较 比较 受美国影响比较大 然后这个 目前呢 有六个 这个驻华大使馆 就是我们建交了 十个有六个驻华大使馆 然后我这为什么 写六加一呢 大概最近 应该是这个月 或者下个月 那个 索罗门的 索罗门这个驻华大使馆 就要开馆了 所以马上呢 就要有七个驻华大使馆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南台岛国的一个 叫太平洋岛国论坛的 投资贸易署 北京代表处 是在北京 这是属于南台岛国 这个 一个 一个 区域性的机构 在北京 在中国的一个代表处 然后呢 就是所有这些 建交的太平洋岛国 都跟咱们签署了 一带一路的 倡议的 这个备忘录 然后我们跟 所有十个建交的 太平洋岛国 都达成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的关系 然后另外 我们有一些 政治方面 我们有一些 就是 援助吧 然后这个 经贸呢 是主要是 当然是投资 和贸易这两部分 投资呢 渔业是传统的投资 矿业呢 这个也算是 传统的农业 林业 这个新的 我这儿 应该再加一个 就是新的 未来的投资 应该是在新能源方面 和科技方面的 一个 一个投入 贸易呢 主要是农产品 渔业产品 这个矿产品 加工 文化和教育呢 咱们在 斐济 巴新 这个 桑莫亚都开了 孔子学院 然后比如在 唐家开了 孔子课堂 然后我们还有 这个各种专题的 培训的合作 还有 文化交流 旅游这块 旅游呢 是这个 所有十个建交岛国 建交国家 都给予 这个中国游客的 这个 这个落地签证 叫落地签证 咱们老说 免签免签的 其实不是免 签是落地签证 它没有免 就是你到了 那个导进关的时候 它会给你一个 落地签证 但是只有呢 咱们建交的 这个十个岛国里 只有 巴新 现在还没有 给我们这个 落地签证 就我们如果去巴新 去办事啊 去巴新的话 还要通过巴新 使馆来申请签证 其他的都给 咱们落地签证了 然后呢 这个中国对 所有的十个建交的 这个岛国呢 开放了 ATS叫 中国游客 旅游目的地的 这个 因为它是带着 各种政策来的 然后2019年呢 是这个 叫开了 中国太平洋岛国 旅游年 当那年 19年呢 也是 这个叫 文化旅游部长 带着 多沙加旅行社 到 桑莫亚 是开的 这个叫 中国太平洋岛国 旅游年的 开幕式 这大体的是 这么一个关系 然后 太平洋岛国 那个 哎 哎 太平洋岛国 合作的机遇和挑战 我在这里面说一下 就是说 目前呢 肯定还是 我们讲这个 主要还是 这个增加 中国太平洋岛国 之间的 这个关系 让大家知道呢 我们从 做 就是 做关系方面 做学术方面 做 这个经贸合作 做文化 教育合作 旅游合作 这一块 大体的这个 机遇和挑战 挑战呢 就是从国际关系 这块讲呢 因为这个 这个 从国际关系的 这块讲呢 一个是 我们就是 在做这个 专业人士啊 就是做关系的 这个官方的 专业人士 就是要把 这个太平洋岛国的 中文和英文的 要讲 这个叫 太平洋岛国 或者叫 南太平洋岛国 南太岛国都可以 然后它英文就叫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然后简称是 PIC 然后小写的 S 复数 然后呢 这个最好呢 就是不要 叫人家 前呢 我最早讲了 叫不要管人家 小岛国 或者叫南太小岛国 因为他们自己 就是我们 是大海洋国 这个国际关系 这一块呢 我们需要 就是我们的一个挑战 就是我们现在 中国和南太岛国的 关系 这个加强关系 加强合作 但是受到美国 和澳大利亚的排挤 然后这个投资合作 这块呢 就是原住民的 这个原住民的土地问题 就大家要注意的 如果我们投资合作 就是你在那边 原住民的土地问题 然后这个当地的治安问题 还有这个当地政府的 政权的稳定问题 还有这个受美国和澳大利亚 这个新西兰的干扰的问题 贸易合作呢 主要是 一个是 它的这个资源的稳定的问题 还有它的这个货源 货源量的问题 因为其实货源量少 那你可能是要更多的 来组不同的货 这个不同的商家 就是一种货很难 就是很多 除非像咱们惠州 有一家公司 到桑莫亚去 它自己去种 然后还要派自己的农民 加上当地的人种 然后整体 如果你是组货的话 它的货源量 有的时候是有问题 然后还有它的这个 供应商的信用问题 这个都需要大家有些了解 然后旅游合作呢 主要是咱们 无论是旅行社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主要是一个 游客的定位问题 因为呢 南太岛国不欢迎 就是大宗的 就是胡拉一下去的那种 观光游 他们更欢迎这种 叫小众高端的 这个深度文化游 和专题的 这个专题项目 比如专题项目 可能有一些 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diving啦 就是潜水啦 海上钓鱼啦 高尔夫啊 就是这种专题的项目 然后包括深度这个 然后还有就是它 因为南太岛国呢 它可能有网络的问题 有人的工作效率问题 就是旅行社工作效率呢 有的时候跟他们沟通 那边衔接这个团的安排 就是非常的不方便 就是沟通上很有问题 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 这个有的时候愿意 就是中国人找中国的旅行社 但是有些岛国是没有中国旅行社的 所以是很麻烦 然后在那边还有一个 就是中文导游的问题 因为现在我们也是在另外 在做一个事情 就是和太平洋旅游组织来合作 做中文导游的培训 然后这个机会呢 就是整体的中国太平洋合作 中国太平洋的整体的关系 是向好的 然后投资方面呢 我们就鼓励呢 比如新能源是在太平洋岛国 因为现在每个太平洋岛国 因为气候变暖的问题 这个每个太平洋岛国 它都有一个就是节能减碳的 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目标 所以呢 它是欢迎新能源的这个项目进去的 然后包括一些新能源的产品 然后还有这个农业产品 原生态的这个保健品 基础设施建设 这个还有就是旅游地产 养老地产 这个商业公寓住宅 就经约性的住宅 然后包括这个旅游 旅游设施的这个投资 比如像酒店 度假村 还有景点 这些都是一些潜在的投资的方向 然后这个贸易呢 主要是在原生态产品 因为南大岛国它确实是一个原生态的 这个几乎就没有污染的 所以它的这个农产品加工呢 它比如说渔业产品呢 已经是传统的贸易了 但是呢还可以就是加强这方面 然后农产品的这个加工 这个然后它的南大岛国的各个岛的水 它的水都是很好的 然后还有它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的酿的酒 还有它的保健品 因为保健品呢也是包括一些护肤品啊 化妆品啊 这些都是就是可以后期加工的 还有一个重点的投资 可以这个旅游纪念品 因为它的文化很这个很特殊嘛 所以呢这个旅游纪念品 目前南太的旅游纪念品呢 其实像斐济啊 那个八星就比较开放好的 这个几个旅游的这个地方呢 更多还是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人 那个新加坡人 包括就是其实他们在 在做这个南太岛国这些旅游纪念品 都是他们这个木雕啊 咱们在做像印尼做木雕 然后他们只是把这个图样 做成南太岛国的图样 但是其实呢 还是在咱们中国人看来 还是嫌粗糙 然后还是没有太多的品种 这个也是一个潜在的 然后就是最后呢 我就是这个几个 有选了这么几张 在南太的当时的一些部分的照片 给大家看看 这个是唐家国王四世 当时我在那个唐家的时候 就拜会唐家国王四世 然后呢 这个是斐济总理 就是那个 就是他政变到现在来执政那个 我们都管他叫老白 在班尼玛拉玛 这是在他的总理的那个 那个总理的那个 他的那个会议室 当时有一个项目给他 这个做演讲 然后这个是在唐家 这个国际日平线酒店 接待这个当时的 日本的大王子也是现在的日本国王 然后这个是这个在帕劳 这个是这个帕劳总统 然后最后就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 好 刚才那个签证呢 签证我稍微纠正一下 因为还是不是太统一的 这个斐济 汤家 萨摩亚 密克罗尼西亚 库克 纽埃 这几个国家是免签 然后呢 巴新是没有给咱们签证 没有落地签也没有免签 然后刚才 除了我刚才念的这几个国家 其他国家是落地签 然后呢 我想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到汤家 就是这个比较属于汤家的 这个特色 风土人情 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稍微轻松一下 就是在我 我自己呢 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名字叫牛草吉 就是那个牛草吉 一点一点的 一根一根的草 那个意思啊 然后我有一个栏目 叫《我的汤家故事》 七七八八 陆陆续续的 大概写了有二十多篇 三十多篇了吧 然后这个《到达汤家》这篇呢 我给大家稍微讲一讲 当时我到的那天的那个感受啊 然后那个 这是老总经理来接机 2001年5月14号呢 我们一行是四个人 从北京启程 京转斐济南提和苏瓦 然后5月17号到达汤家的 汤家王国 我刮了我吧 我看看能不能那个 我看看能不能那个 共享我的那个 我确认共享的话 可以共享 可以共享 这个 就是我的汤家故事这篇 太好了 可以共享 然后这个照片 就是当 也是现在 其实它应该现在 没有新建机场 就是汤家叫 Formoto机场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到的那个 2001年的5月17号 就是我们一行四人到汤家 然后来接我们呢 是汤家国际日记病县的酒店的老总经理叫 Samoti Bolivaati先生 他迎面走来 我们呢之前在北京见过 然后我见到他呢 就踏实了很多 因为你到那人生地不熟的 然后见到一个熟悉的人 我觉得很踏实 然后就是他是原来汤家那个酒店的老总经理 叫Samoti Bolivaati 然后见到他 我们就踏实了很多 然后我们就上前啊 寒暄啊 拥抱啊 握手啊 然后我们就上车 然后他呢 是自己亲自驾车 因为岛国人呢 他没有说 我是总经理 我还要派司机 还是怎么样 就是都是他自己来 大夜里的也是自己来 亲自开车接我们 反正那个车也是 光噜光噜的 也是挺破的 然后就接我们 然后他自己驾车呢 那个我呢 就是坐在副座 就跟他聊天 寒暄 反正也无聊嘛 然后在那也陌生 因为是晚上了嘛 就是也是很惶恐 然后我望着窗外 黑漆漆的夜 偶尔点点的火光 和带着荧光条 走路的人影 高大的椰子树 棕榈树 低矮的房点 呼呼的掠过 这个是这个 就是那个黑暗里面的 这个景象 然后车呢 就在黑暗中颠簸 和Samoti呢 聊着聊着 他就没事了 他就不回应了 然后我看了看他呢 居然呢 他 居然他正闭着眼睛开车呢 然后就好像呢 我还听见他 隐隐隐隐的那个打呼噜声 然后我就大叫他 然后我就叫他 然后他就勉强的睁着眼笑了笑 继续开 这就是导国人 然后大约呢 就开了半个小时 就进入了一片灯光区 然后见到有灵星的店铺和房子 冷冷清清的 Samoti告诉我呢 他说这就是汤家王国的首都 鲁库阿洛法 我呢 就是到异常冷静 我也没有感觉 因为呢 我其实在去来汤家之前呢 我是查了汤家这个 奴库阿洛法 然后他的大小 他的一些建筑 我到那看了以后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感觉 反正呢 我也没有把它想象成是纽约 或者是巴黎 就我没有这个 这个期望值在那边 然后我就问酒店 我说 我就问酒店在哪啊 他说在郊区 然后他呢就继续开着车 大约几分钟的功夫 车子就转到了海边 远处黑暗里面 波光淋淋 海浪哗啦哗啦的 拍打着礁石 然后到达酒店 在不远处 灯光里面就透出 一座不高的 这个小楼 Samoti把车一转 就使进了车道 他说到了 迎面而来的员工 上前来迎接 我下车 迎上来一位女士 他就为我戴上花环 就在岛国啊 都有这个习惯 他叫雷 然后和我呢 拥抱贴面 表示欢迎 后来呢 我知道他是 客房部经理叫C9 后来也是他 就是被派到北京来 培训的四个经理之一 其他员工呢 被我拿行李 陪着我进入酒店大堂 这是当时我到达的时候 我们拍了个照 然后这是我那个时候啊 还很瘦 很年轻 现在已经老了 然后这个是接我这个C9 客房部经理 这个大 这是我后来有一篇文章 就是我的大秘书 Bernie 然后这都是员工和经理们 然后大堂门口呢 站着一个白刃经理 后来我知道 他是酒店市场部的总监 我已经忘了 他叫什么了 是新西兰人 也就是他呢 在后来给我工作里面 造成了巨大的麻烦 然后我和他打招呼 他似乎不太热情 我谦虚的说 今后请您多关照 要向您多学习 他生硬的说 你得自己学 这里没人教你 他的态度让我吃了一惊 还没缓过神来 我就跟着员工进我房间了 大家寒暄呼道晚安 这时东方泛白 然后呢 我的简易的办公室 第二天一早呢 我精神抖擞的就下楼来了 准备迎接一个新的拥抱 我走进我临时 我的办公室 一楼的一间酒店单人客房 简陋这个破旧狭小的房间 中间呢 摆了一张宴会用的长桌 铺了一块白布 桌上有个老师的电脑 看这个老师的电脑 咱们最原来那种 286那种 然后一个文件框 这是我的文件框 一个笔筒 然后呢 还一部电话 桌上的一束鲜花 让我感到很温暖 这个岛国人呢 就是这个特别会用鲜花来布置 因为也是气候原因 这个花还一样 鲜花到处都是 而且他们非常的会 这个做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花的这些装饰 然后呢 这是我当时 我的那个办公桌 就这么简陋的一个办公桌 但是当时也挺开心的 第一天上班 然后我的汤家大秘书Bernie 就刚才我给大家指 那个高高的个个子 房间的拔角呢 还有一张桌子 就是我秘书的座位 Smoothie呢 他有三个秘书 他把最小的秘书Bernie给我了 从此呢 Bernie就和我相依为命 后来也就是这个汤家秘书 大Bernie曾经在我生命垂危的时候 救了我 然后我另外有一篇文章叫 就是我的汤家故事里面 有一篇文章叫 我的秘书保镖和护士Bernie 然后就记录了当时 他怎么样呵护我的那个故事 然后才能让我活下来 才有了我今天 能把我的汤家故事写下来 分享给大家 这是当时我跟Bernie 我俩就在我们这个 简陋的办公室 这是大Bernie 我就管家大Bernie 就是Bernie跟我在办公室 然后两个老外的辞职 我呢走进办公室 走到我的办公桌前 还没落座 就发现办公桌上有两封信 拆开一看呢 是辞职信 一封是昨晚那个新英兰人的辞职信 信中的措辞呢 非常的尖刻 他表示呢 这个他不愿意伺候中国人 另一封呢 是餐饮部经理的辞职信 他是加拿大人 他措辞呢 比较客气表示自己没有能力伺候中国人 总之我这个中国人吓到他们了 他们也真的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在他们面前 我装作气定神仙 特别是我那个汤家大秘书看着呢 我的表现 他一定会传出去 我装作OK的样子 我就吩咐秘书 我为他们准备离职欢送会 那Bernie呢 有些惊讶 那我看出来了 所以我呢 不动声色 我吩咐她去和SAMOTI商量 欢送会的日期和细节的安排 这个是当时欢送会的一个场面 这个女孩是汤家的那个 黑拉拉 就是我们另外一个 吴燕老师写了 写了一个文章 叫汤家的选美 就是太平洋岛国选美 这个是当年 汤家的这个选美的 那个最美的那个 那个黑拉拉的那个girl 女孩 然后呢 给这个两个老外开欢送会 就是欢送会这个晚上呢 聚集了汤家酒店的全体员工 和住店的客人 好像呢 还有外面的客人 大家都知道 中国这个新经理呢 给两个老外开欢送会呢 估计呢 就是来看热闹的多 都闲事不大 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中国人 也没有就是 中国对外合资的酒店 那个 这个中国的经理呢 大家也很少见 然后你中国经理 头一天到老外第二天辞职 这个真的是大家都来看 都闲事不大 然后party 当然一开始呢 就是按照导国的习惯 唱送歌啦 这个祈祷啊 什么地致辞啊 感谢他们俩的贡献啊 然后那个市场部那个经理 就是那个新西兰人呢 他上了一套客套化 餐饮部这个经理呢 他一开口 他居然用壁角的汤家语发言 可见呢 他对汤家对酒店 还是很有感情的 就是他呢 其实日后帮了我很多 包括帮我介绍加拿大的厨师了 这些就是很帮助我的 告诉我汤家的很多注意的事情了 然后Smoothie呢 也特地邀请了汤家著名的土中艺人演奏 Ukulele 就是一种 就是刚才我提到他们的一个飞移的一个乐器 汤家乐器就是这个Ukulele 然后呢 大家都很嗨 唯独我傻傻的不知所措 然后这个老总经理的见面里 就是送走了两位老总经理呢 我和Smoothie在大大门闲聊 我呢又是那句话 我说将来请您多关照 我要多向您学习 我说这大概是我们中国人出门 最爱说的一句客套话 然后我又加了一句 因为我是女人 那个后来我没成想呢 Smoothie说 英文叫 Women in business No excuse 就是说你做事情的女人 你如果做事情 你是女人是没有借口让别人照顾的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我说身在太平洋热带海洋的高温中 顿时感到一阵阵的寒意 我刚送走了两个老外 又被这个汤家老总经理 泼了一盆太平洋的海水 难道这就是中汤合资合作酒店 老总经理给我的见面礼吗 就是这个Smoothie 这是我当年 还是很年轻很瘦 这个是Smoothie 他就跟我说 你是女人你没有借口 你要做事情 说女人要需要照顾 没有借口 所以那个时候你只能坚强起来 没有人帮你 然后呢 就时隔这么多年 我对当时在汤家的这个 情景的历历在目 感谢汤家酒店老总经理Smoothie的那句 Women in business no excuse的名言 成就了我后二十年 就是我后二十年 我不会因为我是女人而退却 然后在汤家 其实当时我们有一句话叫 Winner never quit Creator never win 就是这个 这个赢者从来不延退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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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延退却的人永远不会赢 然后这个是汤家酒店的这个 酒店的内景 内景 然后这个是刚才我和那个Christina 那个汤家那个选美的那个女孩 给拉了 后来我把它挖过来 做我的全台的接待 就相当于我们酒店的一个标志 这也是我当年在 就刚到那年 这应该是02年的时候 大约 然后呢 这个是后面就是汤家的这个 就是 国际市民间酒店 然后这是我在街角 后面是这个酒店 然后这个是汤家的首都 努瓜拉法 这就是我当年 就是刚到那天 第一天第二天的 这个当时的情况 也给大家就是小娱乐一下 OK 那今天我的部分就就结束 然后也超时一分钟 然后跟大家互动 看看大家有什么 有什么想问的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好像没有问题 OK 没有问题我们就结束 那个 再次感谢大家 然后我们 4月12号晚上8点见 然后到时请哪位主讲人 哪个主题呢 我们再会提前通知给大家 非常感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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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晚安 优优优独播剧场——